朋友们你们特别喜欢吃的这个日本鰻鱼饭的话 要告诉你现在 哇这个鰻鱼的出口价 现在创了新高 因为在今年4月份鰻鱼价格飙上一斤1600块钱 很多地家说实在是太贵了啦 所以现在呢 这蒲烧鰻就改于其他鱼 像是虱目鱼或是卢蛮 或是台湾的其他鱼类来替代 现在呢 这个鰻鱼发展基金会的执行长表示 去年其实还有库存 出口的活蛮还有3300多公顿 但是今年的蛮苗 真是少得好可怜 出口呢 非常的少 只剩下了800公顿 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在11月的蛮苗期 如果还补不到蛮苗的话 恐怕呢 现在呢 这个价格还会持续的飙涨